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那么我们这一期呢讲到这个水星 水星是口 水星代表的是口 水星是口名为内学堂 需要纯红四角阔人中身 讲了这个口和人中的一些形态 如果是有八字鼠上面像风水发布的困惑呢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他说水星代表的是口 他称作为内学堂 内学堂 那么他需要什么一个形态呢 需要纯红四角阔 就是这个嘴唇的颜色要先红 要红润 那么四角阔就是说 这个嘴角方面呢要宽阔 就我们说四字口 四字口是非常好的口型 四字口 所以四字口的形态就是四角要宽阔 人中要深 那么口齿端正由文章为观实录 就是说这个口齿端正的人呢 他是适合这个有文章 说明他这有文采 从小学习能力非常不错 在古代来讲是围观的一种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就是围观的一种条件 他容易围观 而且呢 食路啊 容易有食路啊 就吃国家饭 吃宫门饭 铁饭碗 若齿 若唇齿粗 这个口角垂黄色 是主瓶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是牙齿跟嘴唇 都比较长得比较粗壮 长得比较粗壮 特别是牙齿来讲 而且那口角 嘴边边上啊 往下垂 形成副船口 并且呢 是黄色的 是主瓶件 副船口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这个副船口的一些 这个面向的一些内容 副船口的人呢 心胸比较狭窄 并且呢 这个做事做人呢 格局比较小 比较这个斤斤计较 是主瓶件的 诗曰口含四字 是诸红 两脚生能 是向上观 这个定式文章 聪俊是少年 极地做三宫啊 这个是说的 比较夸张一点啊 就是说啊 他的口含四字 就是口里面 跟含着一个四字一样 就是四字形的口 而且呢 唇色朱红 朱红就是 这个红润的意思 并且呢 嘴角 生棱啊 棱角分明的意思 就是说 他的这个嘴唇呢 你看 唇线非常的明显 人中的配合在一起 就形成这种 非常清晰的棱角 这个是容易做官啊 容易是 这个 叫什么来着 叫这个 聪俊之士 或者是说 他 这个是非常聪明啊 从小呢 非常的聪明 容易啊 当官啊 而且呢 年纪轻轻就年少成名啊 能够 甚至位籍三公啊 三公我们都知道是主 这个古代一个位籍人臣的职位 不能说是职位吧 三公九亲至嘛 三公九亲至 这个三公呢 就是 就除了皇上啊 这个以下的都是他的这个 都是他们的这个下属啊 所以说 这种口型的话 是容易非常富贵的啊 水星掠着两头锤 尖薄无能是起啊 若是偏邪 偏居左右 是非奸诈 爱便宜啊 这个说的就是嘴型 左右不对称 或者是偏邪 这种人就是容易奸诈啊 爱爱爱他便宜啊 没有什么格局等等啊 好了 有关嘴型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